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寶可夢卡牌聯盟活動的成績 首先在活動一開始就已經遇到這個PDCG沒有的比卡超 完成,成功捕捉 這個IV就一般 過了一會我就已經遇到這個膽小蟲 大家記得要餵菠蘿,因為它要400顆糖才可以進化 完成,成功捕捉到 我們現在先開圖 它真的很像蟑螂,大家可不覺得 想不到今次在活動竟然被我遇到這個色為太陽癌 如果大家想追一下色為太陽癌或色為月石 就記得在這個活動追一下 因為完成這次活動之後,它們就會地區調換 我之前只有色為月石,現在就連色為太陽癌都有 今次都有好幾個收藏家挑戰 狙悟精靈和 It was visuals 和遮宜放一些在野生上的比較稀有精靈 完成這個收藏家挑戰之後 最終的迷 you 只有精靈就是維羅博士最喜歡的 되� 如果沒有Pokemon at home 或者Switch的朋友 就可以靠這個方法去捉多一隻美綠坦 重要任務是一定會種一隻高IV的美綠坦 好了我終於儲夠了400粒的膽小蟲糖果 我現在就把膽小蟲進化成為具格武者 成功轉化成為具格武者 先開個好圖 具格武者在PVP裡面的化石杯排名都相當高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打化石杯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用具格武者 另外在活動期間開放這個神秘盒子 都有機會遇到色違的美綠坦 但我這次活動就遇不到 好啦我這次活動的成績就先到這裡 如果之後再遇到色違的美綠坦 我會再拍影片給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夠糖進化膽小蟲嗎 不妨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